大家好我是宇凯 我们今天来介绍菲利浦他们最新推出的耳罩式耳机 就是这一个TH7508 那么这个耳机它除了可以用无线的蓝牙方式连接 它可以用有线的3.5M或是Type-C的连接方式来使用它 那么它还有些特殊功能就是它支援主动式降噪 而且它也支援Hi-Res Audio 甚至你无线使用的时候 它的最长时长可以来到60个小时 哇塞这也太长了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外包装的这个 我拿到的是白色的版本 它还有一个是黑灰色的版本 光看外包装就觉得它的设计质感也太高了吧 那售价不就 你完全不用担心菲利浦推出来的东西 它的售价都是平易近人的 它的售价只要2490块 也太便宜了吧 这么高的设计质感 这么多的功能 只要2490块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看看吧 好的那么耳机的部分呢 我已经拿出来了 就是这个样子 哇塞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比照片看起来还考看太多了 哦塞米白色的很好看哦 然后它这个质感会有点磨砂磨砂舒服滑滑的感觉很好 甚至大家看这上面头梁的部分 它还特别用软布垫的方式 可以保护你的头梁不会有那种硬硬的感觉 然后连它的耳罩的地方 也是这种布垫的 非常软舒服 甚至它上面还用蜂巢式网格的设计 一个呢 稍微是可以帮你有透亮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密封性也会变得更好 甚至呢 这个用久了 你耳罩是可以把它拆卸下来 来做清洗的哦 然后大家看 嗯 耳罩折成这样子 它其实还可以这样折 这样子 然后这边也是 这样子 哇塞 它就变得更为小巧了 哇 这这太夸张了 这2490块油这样设计 非常的棒 而且呢 右边的这个耳机的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些接孔 3.5M的耳机连接孔啊 Type-C啊 还有麦克风的收音部分 然后这边就是它有几个 按钮的部分 也通通集成在这边 哇 太高级了 哇 来 我这边看可不可以调 啊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也可以调整耳机的大小 好可以 这2490 非常可以 那包装里面呢 还有送这个 3.5图 3.5的音源线 还有一个是 Type-C toType-A的充电线 大家先注意一下 这个是只有充电功能 如果你要用Type-C toType-C 去连接电脑的话 那条线 你需要额外自备 好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佩戴的感觉 哦 哦 好舒服 头梁这边呢 你只有稍微有一点东西碰到的感觉 因为它上面有布料嘛 所以你就没有那种压迫的感觉 然后耳朵这边也是 它是很好的把你耳朵给包覆起来的 而且 隔音性真的非常好 我外面物理性的降噪 已经强的不得了了 非常棒 那这副耳机来给大家看一下 配戴这样的感觉 嗯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漂亮 它不仅仅你把它当作耳机来使用 甚至你平常 带出去你不 不用它没关系 就这样挂着当作你穿搭的配件来使用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设计的质感真的非常的棒 好看 超值 好的 那么TH7508 我已经试听过了 但是要跟大家讲音质之前 要先跟大家讲 你买到的时候 务必先把APP装好连线 然后先做更新 韧体更新 因为它原本蓝牙编码方式 只支援ASBC 但是最新韧体上来之后 它AAC 它也支援了 所以 那音质表现也会上来 虽然没有到LDAC或是更好的无损的 但是 我以它的音质表现 使用AAC 声音表现就已经非常的棒了 这一副耳机 它里面搭载40M的女磁铁 动圈单元 那这个声音一下去 我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 那个低音的震撼感 那个声音的音效的感觉 可以让你感觉到 我在听流行乐的时候 哇塞 那个 蹦蹦蹦的感觉 不是那种闷糊的感觉 你是可以感觉到 那整个气势跟深层感 是很好被推动出来 我无法想象 诶 这个这么便宜2490块 就有这样子的低音表现 不会闷糊的低音表现 哇 打高分 然后我就太想到 那它这么强的低音震撼感 那人声会不会很闷糊 哇塞 太强了 也不会 它的人声是非常清晰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人声是非常凸显出来 好清晰 不会有闷糊的感觉 这一点 我可以先给它 100分了 这样就够了 光这样子的品质 已经可以100分了 那么这份 它还有降噪功能嘛 那官方说 它有43dB的降噪能力 是的 美术非常强 我试了一下 果然 带上去之后 哇 我本来旁边在吹冷气 开电路上直吹 诶 那种声音是完全被消除掉 但是呢 我有去试一下 去环境比较吵杂的 人声在讲话的啊 那种餐厅啊 还是多少会有人声的声音 不可能完全没有 但是它可以大幅度的 把你降下来 再加上你把音乐打开之后 那个声音就完全听不到了 而且呢 当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突然有人跑过来 要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还要拿下来 很麻烦对不对 诶 菲利福有想到 非常聪明 你只要用三根手指头 或是比较大面积的 从右边摸下去 瞬间就变成通透模式 而且呢 你在听的音乐 会直接压到最小声 这时候你就可以这样 跟那边讲完 讲完别人走了之后 放开 声音就回来了 哇 太聪明了 太人性化了 那么当然 如果你想 单纯 只使用它降噪能力 完全不想听音乐的时候 你多少 还是会听到一些 降音乐降噪打开之后 一些哼哼的那个声音 那多少还是会有的哦 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嘛 它除了蓝牙无线方式连接 它有3.5A跟Type-C的方式 可以连接有线的 那声音表现最好的呢 我帮你试过了 就是蓝牙连接 以及Type-C连接的时候 它的声音表现 会是最棒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方式连接的时候 它是处于开机的状态 开机状态的时候 它里面的DAC 以及它里面的特殊的 菲利普调音 是完全被打开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前面讲到的声音表现 低音的那个震撼感 人声的清晰感 是可以被表现出来 声音就是非常棒 但是如果你接有线的时候 3.5A那时候 一唱去 它会关机 所以这时候 刚刚说的那个声音的表现 那个调音就被关掉了 就变成靠你前面的小尾巴啦 或者是你其他前端设备 或是你接电脑的时候 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时候就会 完全糊掉 所以我非常推荐 你买这副耳机 要嘛就用蓝牙 要嘛就使用Type-C连接 你说那没电的时候 我一定要接3.5啊 我跟你讲 这副耳机你只要充15分钟 就可以用三个小时了 而且你要把它充到满 只要两个小时就充满了 所以你根本不会用到3.5的机会啊 而且它里面有自带麦克风 当使用麦克风的时候 也是只有在蓝牙 或是Type-C连接电脑的时候 这时候麦克风才有起作用 如果你只用单3.5M接上来 是没有麦克风功能 只有耳机聆听的功能哦 所以我们也听一下 麦克风它录音出来的声音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听听看 那么大家现在听到的呢 是菲利普的TAH7508 它的麦克风所说音出来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它自带的APP功能吧 那么这个APP功能 功能上面是非常简约的 就是上面最多调整的 都是在调这个降噪环金的部分 那其实它最强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音效的EQ部分 这个地方呢 原本是预设是关闭的哦 你打开你会看到它跳在的地方 是在轻拙的部分 也就是它预设的调音 它预设调音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刚才有人声清晰感 以及低音的蹦蹦感 它是把它抓到一个非常棒的平衡点 就是精心调音的部分 那么其它它有一个什么 低音高音跟强劲啊 你可以去试试看 我全部试完之后呢 还是那个轻拙 是最棒的平衡点 太棒了 菲利普这一次最大的精华就在 它这音质调的非常的棒 完全不像是2490块应该发出来的声音啊 最后右边还有一些设置的部分呢 可以进行调整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的功能呢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就是对你个人使用的一些习惯呢 可以再做一些更精准的调整 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菲利普的TH7508最新作品 这副耳机我非常推荐给像是学生啊 上班族啊 通勤需要的人啊 需要一个平易近人的价格的耳机 然后还有高音质声音的水准表现 再加上外观设计非常不错的耳机 这一个会是非常适合你的选择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前面一直在塞尔山一直讲说 它只卖2490块 是我无法相信的部分 它应该要卖34000的东西 甚至更贵的东西 它只卖2490块 这是非常超值 那么当然可能有人会说 它没有LDAC的编码方式 APTX编码方式啊 我可以说菲利普它很厉害 它用AAC的编码方式 就调出非常棒的声音表现了 那么当然你要更高的编码方式的耳罩设计 那你当然要网上买啊 以这个价位 这样的声音表现 还有外观设计 已经非常的棒了 那么菲利普TH7508呢 在下面的资讯栏 有它的购买连结 还有期间限定的折扣码 有需要的人可以上去进行购买哦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次的开箱 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